虽凡夫 如果没有接受圣贤教会 没有接受到佛福萨教会 那个迷惑 就会组成大错 为什么呢 肯定随顺烦恼 不要发明闷了 26个烦恼心处 肯定是随顺烦 虽然有11个善心处 11个善心处就冰冻了 冷藏了 无其作用啊 完全是烦恼习气当家作主 那你竟敢坏死 尽造我业 你的果报在山土 果报在阿比地狱 现前社会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算是非常非常幸运 也非常非常的少数 有信 接触到圣贤教会 有信 接触到大乘佛法 千万人当中 有这么一个 今天世界上 人口 接近七十亿 七十亿里头 有几个人 真真基础的佛法 明了佛法 大幅度的 减轻了 七情五欲的任务 七情五欲包括物质跟精神 七情五欲 七情五欲 喜怒 爱乐 爱物 这六个 是精神让 后面那个欲 欲数古欲 财色名十岁 那是物质环境的让 我们还是受染污 受得轻一点 没那么严重 遇到尽踪 遇到无量寿 遇到阿弥陀佛 那是不幸当中的大幸 为什么呢 这一生当中 可以脱离舍法界 可以移民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肯定一生成就 就证得究竟圆满了 这个缘分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机会 彭吉星 居士说说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 你怎么会碰到了 碰到的人不少 成就的人不多 这什么原因 碰到之后 你自己的 善跟福的应援 不具足 你会推转 你还是会去搞六道轮回 你没有能力 抗拒这些人物 你没有能力 不受外头境界的影响 你没这个能力 所以你还是 我念 我行 止不住 善念善行 不能相续 所以善业不能成就 我保我国 你逃不脱